游戏梗知识之 任天堂他妈的就是世界的主宰 这句暴论是知名油管主喷神James的经典名言 其出处是2008年9月喷神发布的吐槽类喜剧节目 愤怒游戏宅捉鬼敢死队第三集 在玩到第六关自由女神像时 喷神提到游戏里有致敬捉鬼敢死队电影 用任天堂NES手柄操控女神像的情节 最后喷神十分讲究地拿出了NES手柄进行还原 并感叹到美国著名的标志由任天堂手柄操控 任天堂他妈的就是世界的主宰 为了避免歧义 提一下这款FC游戏不是任天堂做的 事实上喷神说出这句话并不奇怪 因为他本人就是任天堂的粉丝 早期喷神出品的节目叫做愤怒的任天堂宅 专门做NES上的劣质游戏 之后因为版权问题才改的名 在这期视频发布后 许多国内的任天堂玩家开始引用喷神的原话和表情包 来夸赞老任和表达对任天堂的喜爱 就和索尼大法好 欲必是我大哥之类的话大差不差 虽然成为世界主宰有些夸张 但不得不承认任任天堂对于游戏界有着重大贡献 现在手柄的十字键兼键设计 3D游戏的Z轴锁定 游戏的存档机制等诸多重要设定 全是任天堂首创 球球给个三连吧 给你们磕头啦 谢谢大家